大家好,欢迎来到龙头腾工作室 我是孟茴唐潮 今天是2020年的6月24号 我们继续卖油卡潜入水的第二期视频 这期和大家介绍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卖油数据卡 是我们移动公司推出的大中华全球数据卡 CMLink全球数据卡是中国移动公司面向全球商旅客户和留学生推出的上网卡 需要使用时就需要在官网购买油量套餐便可以实时使用数据 属于纯上网卡 只有上网和备教短信功能在激活时不会分配电话号码 套餐是购卡日期180天内需要激活使用 否则卡片内套餐过期会失效 默认的情况下全球卡无需手动激活 只要客户达到适用方向后开启上网功能会自动激活 激活前我们要在网站上把自动激活功能打开 在手机上搜索信号后大概5分钟左右 会收到激活短信 其实我也做了激活的视频 后来感觉没有什么必要干脆就删掉了 按常理如果卡片属于香港应该分配一个香港的电话号码 但是我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想尽办法也没能找到这张卡的电话号码 包括使用各种的指令或者是某些软件的查询 可以确定号码已经被阉割了 所以指望免费无限接收短信的小伙伴可以放心了 这个卡没有这个功能 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件事 所说的可以免费接收短信也只能接收10086 或者是官方发送的激活短信 既然是不影响正常使用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件事 我们说一下这张卡的优点 最大的优点就是在国际卖用卡里套餐算是最便宜的 亲民不亲民不敢一概而论 套餐可选1 3 5 7 10 15 30 全部都是日猪套餐 30天的无限流量也是209元人民币 是不是有点像某运营商的冰淇淋套餐 目前官网并没有给出数据卡过期的时间 那我们也可以暂时理解成为永不过期 数据直接翻墙 每天500兆高速流量使用完成后 转为低速流量 低速流量是没有限制的 但是低速流量一样可以很流畅的刷朋友圈 Facebook包括一些国外主流的社交软件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 可以在低速流量中随时随地的流畅的刷美国抖音 海维护磨 海维抢 海维护磨 海维护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15天套餐 每日前500兆都是高速流量 高速流量用完后会受到公平使用策略 限制网速 网络速度会被限制到768kb 也就是上下行各384kb 那500兆够干嘛的呢 大概算了一下 10兆左右的无损MP3 YouTube1080p 10分钟左右的视频 前面的500兆用完之后 在YouTube再想流畅的看视频呢 那你只能选择144p的画质 怎么知道这500兆高速流量用完没有 可不可以查到呢 那就拨打人工客服电话 400 166 6011 感觉限制网速有点没劲啊 不过没关系 有一种套餐呢 它是不限制网速的 那就是30天的套餐 每天同样 前500兆一样是高速流量 500兆过后降速到8兆 8兆按理说准备应该够了 其实那就是相当于整体没有什么限速 速度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8兆的网速 无论是你使用国内的手机up 还是使用国外的视频软件 完全不会有4号卡通 实测速度 在24小时内 我首先把开始的500兆高速流量用进 我用了多个软件进行测速 各种软件的结果有些夸张 低速流量观看youtube 观看Facebook 说到美国赌银 刷中国抖音 之前的测试 测试在家里 那我们换个地方测试 高铁里刷美国抖音 看中国抖音 浓试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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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蓝网页 游蓝网页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自己每个月所产生的手机花费 看看战略卡如果是选择了30天的套餐 它们之间的性价比会如何 要知道就算我们的手机上网速度达到15% 也不是说所有的流量都能跑完贷款 如果中国移动国际公司五星设置了CDN加速的话 来环节网络负载 就算是限制了758KB 也不一定影响我们正常使用 当然这只是说在社交软件上的聊天之类的 那么如果你选择了30天的套餐 209元的话 以上问题完全可以 小土豪必备 申请方法呢 我已经贴到了视频的下方 我申请的时候是利用GV号码申请 在我申请的时候呢 选项这一栏并没有加86这个国际区号选项 当然这只是注册一个账号 选择一个套餐 我选择的是大中华一天的套餐 因为套餐和卡 在你首次选择的时候 这两者是必备的 你选择一个套餐之后 中国移动国际公司会免费把卡片寄从你的手里 在账号注册成功之后 申请电话卡的时候 还要填一个国内的电话号码 包括你的真实地址 中国移动会在大概五天内 寄送到你的地址 那么如果你对使用和申请方法 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回复你 这期的视频呢 是中国移动国际公司的大中华全球数据卡 那么相对比上一期的视频的自费呢 的的确确的是便宜了很多 具有国际漫游功能 而且又资费比较便宜 目前来讲 中国移动5CM Link 大中华全球数据卡 应该是目前是最便宜的 据我所知呢 这张数据卡未必会在中国境内 长时间的销售 所以呢 有需要的小伙伴赶紧下手申请吧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